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文章当我读的时候 我会把它变成画面 变成画面就容易得多了 你也可以想象 那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 是先有画面的 甚至他们的画面是连贯的 于是你一路把它想成画面的时候 就能记得很清楚 透过那些画面 想到那些文章 那些诗句 大家如果不信的话 我现在把陶渊明的《规矩来词》 画成一个长卷 很长 然后一个一个画面 透过这些画面 让我们来想一想 《规矩来词》它的内容 现在介绍 陶渊明的《规矩来词》 一开始是引入 他说 田园将无戏乎不归 既自以心为行意 惜惆怅而独悲 勿以往之不见 之来者之可追 使迷逃 使迷途其未远 绝今世而作飞 然后他坐船 舟遥遥以清阳 风飘飘而吹一 然后他上岸了 问征服以前路 恨尘光之稀为 他显然对这条路并不太熟 他说不定那时候去彭泽 当宪令的时候 他是走陆路去的 在不然他记性不太好 经过了八十天 已经不太记得了 所以他就问路 这后头有仆人背着行囊 这个前面这个人正在指路 那个时候还是天很早 这个《规矩来词》的前面一段 是讲一整天 从天刚亮开始讲起 这时候他就赶路了 赶路赶路赶路 终于看到乃瞻横雨 再心再奔 看到家门了 看到他的房角了 这时候逼巴拉往前跑 我高兴得不得了 同仆欢迎质子后门 哎哟 爸爸回来了 好想爸爸 是啊 爸爸也好想你啊 这个说 太太在里头等着呢 赶快进去吧 好 他往进 然后进了家院了 院子里头是有点乱 因为他一直都不在嘛 这儿我把他太太画出来了 太太在这儿准备酒给他呢 于是他带到他的小书房里头 隐胡商以自着 免停客以遗言 在这儿挺自在的 这边有酒壶 那边有书桌 书桌上有书 然后他 以南窗以记傲 沈荣熙之一安 这个是南边的窗子 对着南边的窗子 他觉得挺得意的 房子虽然小 但是挺安室 圆日舍以城去 门虽舍而常观 这个园子里头走走啊 走来走去啊 挺有意思的 然后他就拿着拐杖 到花园里头走了 侧辅老以油气 一时脚手而辖观 随时抬起头来往远看 远看看到什么呢 云无心已出秀 鸟眷飞而知还 抬头看 看到 云无心已出秀 鸟眷飞而知还 这个时候 天已经渐渐入目了 景翼翼已将目 俯孤松而盘缓 他虽然已经天晚了 但是还舍不得进屋呢 因为实在太想家了 离开了这么久 在这小院里头多自在呀 这是归去来词 前面的段 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他是从天霉亮天江亮 从下船一路到家里头 然后到院子头走来走去 到他写下各种感怀 回家的这些感触 现在进入归去来词的后半篇 已经冬去春来 他描写这段时间 他有的感悟 他说 归去来系 请习交以绝游 我不打算跟什么人打交道了 事与我而相为 附驾沿西 烟求 而世界 跟我哥哥不入 我干嘛呢 四处逢迎的 为无兜米折腰呢 我越亲戚之情话 跟亲戚聊聊天 要琴书弹弹琴 读读书以逍忧 不是挺好吗 农人告语以春籍 农人跟我说 春天到了将有事乎稀愁 也叫将有事于稀愁 要准备下种子种田了 豁命金居 我再不然驾着金居出去 或照乌州 既窈窕已寻货 一崎岖而京秋 这时候春天来了 你看树都冒出了新绿 繁花都开始绽放 这时候看这花草繁茂 他们花开花落都有时 但是我的人生年岁够大了 感无声之行修 恐怕我也不会有太多的年岁 在这个世上 这时候要想通了 他说 一户欲行与内付几时 何不违心任去留 哎算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能够待多久 何不自己潇洒一点 过日子呢 胡为黄黄于何之 我干嘛一天到晚 东边跑西边跑 富贵非无怨 我本来就不追求富贵 地乡不可齐 要到神仙境界也办不到 干脆怀良辰已孤枉 一个人到好日子出去溜溜 或执帐而云子 我也可以参加田园的工作 那么种种田 养养花草 等东高以书孝 到高处 孝 傲几声 喊几声 吹几声口哨 还有 发出心中的快乐 或者是 临清流而复诗 我也可以到西边 清流旁边来做首饰 了成话已归尽 跟着大自然的起起落落 花开花落 这是自然的 当然的道理 尘归尘 土归土 有一天 我也非走不可 乐福天命 复夕夷 这是天命啊 我干嘛 想东想西呢 所以可以看到 陶渊明的这一篇 规矩来词 非常的完整 从他回家在船上 然后到了家 然后带着孩子进屋 喝酒 在院子里头走来走去 到后来他写他的 在周遭 他们这个家的附近 所有的这些流物 如果你只是硬去背 恐怕有遗漏 但是如果你把它画成画 恐怕就会非常容易了 您说是吧 从刚才我的导览 大家有没有发现 陶渊明写 归去来词 根本就是一个镜头 跟到底 如果你拍电影的话 太简单了 都不用跳来跳去 他一个镜头往下 按照时间的顺序 一直到结束 同样的我们教孩子写文章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带孩子去美术馆 然后说美术馆邮寄 然后叫他写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写 他要去上网查资料 你可以告诉他 就算你不用上网查资料 你直接用你的视觉去想 今天我远远看到那博物馆 博物馆什么样子 然后我走上楼梯 然后我进了大厅 感觉什么样子 然后看到这个 那个 你也可以写成一篇 很精彩的文章 当你带孩子去游乐园的话 你让他写个邮寄 孩子常说 我不知道怎么写 同样的 你让他去想 一步一步想 整个顺序 到离开 就可以成为一篇 很好的东西 用视觉帮忙写作 这是非常好的 练习写作的方法 透过视觉去记忆 文章诗词 也是很好的方法 下次我会讲 桃花园 同样是桃月明的作品 也是用拍电影的方式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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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